云南成为党校退休讲师子肃 4月15日被中共当局 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 剥夺政治权利3年 现年63岁的子肃 在2017年4月28日 以党员身份在微信发表公开信 呼吁19大实行党内直选总书记 同年6月14日他被逮捕 罪名是涉嫌删颠罪 12月29日 罪名又上升为 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起诉 起诉书中还指控子肃 试图仿效利比亚民众 反卡扎菲的班加西计划 在昆明预谋武装暴动 不过子肃的有人表示 所谓的班加西计划只是一个构思 没有实际行动 法官宣判后 子肃当庭表示不上诉 但是总部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报道说 参加旁听的子肃包捷子平 对判决感到失望 开完庭后 他获准与子肃见面 并告诉子肃 家人与国安曾做出协议 只要子肃一些配合 就判刑两年 但现在却判了四年 当局不守承诺 他劝子肃上诉 子肃同意上诉 类似的情况 还发生在其他异议人士的案件中 中国名声观察网站创办人刘飞月 因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今年1月底被重判5年徒刑 他的母亲丁启华 在宣判的第二天打破沉默 曝光当局不守承诺 在判的前期 法院对我们承诺说 判缓刑两年 他就叫我们跟刘飞月 做工作 要来认错 不要我举手采访 可是 承判的时候 他又没有正现他的承诺 判的是5年 在刘飞月被关押两年多期间 丁启华一直听从隋州市政府人员的安排 多次到看守所 劝儿子认罪 又承诺不接受媒体采访 不发任何声明 现在我们看了 他们说到什么话 我们就不相信了 他不要我们去采访 但是人家采访 我们还是要去 我们最希望媒体能够 关照 我们就要求他能早一点回家 河南灰险问题疫苗受害家长李新 也有类似的经历 他的妻子何芳美 今年3月在北京 给疫苗制残的孩子母娟 被警察带回当地 目前已涉嫌寻衅滋事罪 被刑事拘留 已经29天 我们镇里面就是原来签的那个协议 就是说 一呢你不能在非法上访 二呢就是说 接受了政府的这个孩子的这种救助吧 你不能再在网上再发东西 当时我不愿意签协议 当时他说 你赶紧那个协议该签签啊 该给孩子看病看病啊 然后我们都会根据你的这个态度 决定那个 何芳美的事情 李新无奈之下签了协议 希望妻子能早日回家 但镇领导的口风却变了 后来等我把协议签了以后 镇里面的那个领导就找他们 他们说 这个是属于法律问题啊 我们也插不上手 需要我们帮助的话 我们也会尽量的提供协助吧 但是到现在就没有再有什么新的进展 旅美时事评议员郑浩昌表示 信用这个东西在中共治下 只被用来对付民众 老百姓欠了账 被列为老赖 马上高铁飞机都不能做了 但中共官员不守信 却没什么后果 正因为官员作为特传阶层 没有外部监督 杀谎的代价很小 何况这些还是为了正常的稳定去杀谎 对党国还是有功能 所以你和官员私下有什么协议 十有八九是要泡汤的 更严重的例子是 官员还用胁迫家属签协议 来推卸法律责任 例如法轮大法明慧网报道 55岁的法轮功学刘树林 在亨龙江省哈尔滨市戒毒劳教所 被电棍电死 为推卸责任 警察威逼恐吓家属尽快火化 而戒毒所害怕家属反悔 威逼家属签协议 协议中多次提到 刘树林是所谓正常死亡 如反悔一切后果 由刘树林家属自负